2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 因聚众都欧罪入于6年的著名歌手张天硕 于近期出狱 并在17日现身某酒吧与好友聚会玩音乐 2008年9月28日 张天硕业于狼房都欧命案 解脱起恶性事件有关 涉及恶势力团伙而入狱 2009年11月27日 张天硕聚众都欧罪名成立 一审被判6年 如果按照判刑日期来算 张天硕应该在2016年出狱 但从2008年被北京警方拘捕 张天硕已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被关押在看守所 按法律规定 半日刑期过半就可以申请假释 因此张天硕服刑满三年就可以获假释出狱 就此事 有记者联系到张天硕的朋友 月评人郭志凯 他透露 张天硕具体出狱的时间是蛇年正月初一 也就是2月10日 出狱后 张天硕基于身边朋友聚会 拜访亲友 对于张天硕在狱中的境遇 郭志凯直言 张天硕为人豪爽 友善又幸福 所以到哪里都会很快交到一群朋友 当被问及张天硕为何提前出狱时 郭志凯说 他在狱中表现那么好 应该会有减心 优酷娱乐播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